有新增兩個病例 那兩個都是境外移入 那一個案子是381 20多歲的女性 那382 60多歲的女性 那今天有新增兩個病例 那兩個都是境外移入 那一個案子是381 20多歲的女性 那382 60多歲的女性 那381是美國就學3月30日入境 同班機裡面本來就有10個 現在連這一位總共11位確診 他是因為他班機來進來 所以他本來上次居家檢疫 但就改做居家隔離 那4月5日有症狀 那6比4比3嗨嗅覺異常 那安排就醫轉診 那就確診 所以這個班機裡面總共有11人確診 然後另外一 382 是2月16日到3月29日與案 378 這兩位是夫妻 那一同到印尼探親 那返國後進行居家檢疫 是因為妻子確診改為接觸者 變成居家隔離 那案382返國至今都沒有症狀 但是他因為是密切的接觸者 所以4月7號衛生單位安排接觸者採檢 那確診 國內我們到今天我們有382人確診 那91人接隔離 現在是6人死亡 那在死亡的個案 埃及旅遊團 埃及旅遊團 是案101 70多歲 他有慢性病死 那3月17日發病就醫 3月19日確診 那收治在一般的隔離病房 那3月20日 檢查肺部的靜潤明顯的增加 出現了呼吸窘迫 那轉至加護病房 那持續的惡化 那不幸到4月9號病室